现在把它剁开 看里边这个骨髓是比较满的 里面有骨髓 由于猪筒骨和小龙虾的烹熟时间各不相同 因此需要分别将两种食材烹饪后 在最终合到一起 需要先加入葱 将白酒为猪筒骨焯水 去除腥味 再进行卤制 那么怎样才能将猪筒骨炖得既软烂又入味呢 准备炒酱 先倒点油 姜片 大蒜 下锅 接着将干辣椒段 八角 桂皮 香叶 豆蔻 白芷 入锅炒香 再放入少量冰糖和大量的水 三勺老抽 黄豆酱 也是三勺 使得味道再浓郁一点 所以我们当店的口味 这个时候又放白砂糖是起什么顿 直心 两种糖在一块 冰糖是弄个糖色 再来一些盐 提味 最后再来一点点白酒 也是去腥味的 然后大概烧个四十分钟 卤制猪筒骨需要约四十分钟 但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的入味 想要筒骨肉软烂不柴 还需要接着完成第二步 我们看它卤得怎么样的时候 先拿个小筷子 对着这个肉边缘扎一下 是可以扎透 但是它能够快得起来 你看 所以它还需要再慢一些 就像那一扎下去 拎起来的时候 肉就掉下来了 对对对 把它关火 焖二十分钟 它就能烂火 烂火了 卤好的猪筒骨 还要继续关火 焖二十分钟左右 这就是王大哥琢磨出来的 能让筒骨肉软烂不柴的 制作秘籍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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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